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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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孙多慈的父亲不愿意 孙多慈不敢反驳 几年后 居然悄无声息地嫁给了当时的浙江省教育清厅长徐少帝 孙多慈和徐悲鸿的感情就此结束 虽然心底还埋着对一诗已有的徐悲鸿有眷恋之情 但从此人将天各一发 一些情感将有在心结 孙多慈嫁给了的徐少帝 那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孙多慈创作的自由之歌 在某些当代的人的回忆资料里 徐少帝简直就是一个坏蛋 曾曾请上级要求通缉堕落文人鲁迅和徐达夫是朋友 却被怀疑和王应霞有染 徐达夫在公开的文章中对此事有披露 并因为这份怀疑 1940年3月 两人离婚 徐少帝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很关键 这其中的真假又有谁知呢 然而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 可靠的资料显示 孙多慈和徐少帝相识 正是由王应霞的介绍 徐少帝和孙多慈相识时 妻子病逝不久 家中有三女 西人关居浙江省教育厅厅长 大约孙多慈的父亲 对这个女婿挺满意 文从沈梦了解 相识不久 徐 孙两人就结婚了 性格弱实的孙多慈 此后和徐少帝度过了三十多年时光 一个画家 一个政客 也似乎没有多少浪漫可言 事实上 他们的感情比我们锁了 解的要深刻的多 从一家人与1942年在浙江离水大祭的一次游玩 我们可以想象其实的场景 当时由于时局所限 浙江省政府迁往离水 当地风景名胜较多 1942年 徐少帝陪同孙多慈 三个女儿以及岳父 同道离水大祭避暑 这里 海阀一千多米 田园村落 景致宜人 丘陵起伏 心旷神怡 其中 此处已高达百米的雪花祭 颇为隐人 上百米的流水飞铺 落下时 飞花似箭 气势雄伟 生如红种 翘牙臂地 景色迷人 对这风景 徐少帝赞叹不已 孙多慈也颇为欣赏 应当的人要求 徐少帝留下书法 诗丝额和雪花祭 孙多慈一时忘情 不怕炼日干空 每天沿着崎岖小道上山 早去晚归 耗时一周时间 创作出了一句符油画雪花祭 离开此地时 孙多慈将自己所创作的油画悬挂 在江门上 一路张扬 湘明看到 指指点点 传为佳话 此中情境 令人颇觉郎才年貌之味 知道了这件事 谁会说孙多慈和许少帝没多少感情呢 就在此时前后 孙多慈为许少帝诞下两名男婴 他们的生活颇为惬意 但毕竟不是同路 丈夫将更多的时光 投入在他的行政生活中 孙多慈的心中 始终有徐悲鸿的位置 也许 这就是人生的无奈吧 不是时时事事都能如人心意 但 他们夫妻的那份情意 外人是不能尽亏全貌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